十萬世界齊平天下 我們關心過去一週 也關注未來一年 歡迎收看食評大財經 觀眾朋友 最近美國針對中國 提出了新的戰略方針 想要全面遏制中國的發展 如果做不到 美國會怎麼辦 特朗普政府連出狠招 明顯的是要置華為 於死地而後裔 台積電捲入其中 華為和台積電要如何因應 美國有沒有誤怕了 當前的中國形勢 一般著名的戰略家 如何看待中美的核與戰 中美全球大博弈 除了競爭 鬥爭 合作 黏痕 之外還有什麼 怎麼看兩強博弈的激突模式 視頻台最近關注天下大財經 首先 十萬事件 歡迎回來 最近一陣子可以說是在中美關係 待雙方建交以來最低潮的時刻 美國最近又有新的動作 白宮在5月20號發表了一份 有關對華戰略方針的文件 《美國對華戰略方針》 這份文件長達16頁 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簽字 並且提交國會 報告對中國的經濟政策 軍事發展 虛擬信息散佈 和侵犯人權等行為等許多的領域 都提出了全面的批評 並且針對如何應對中國 提出了新的戰略方針 實際上目前中美關係 真的是有雪上加霜的趨勢 您怎麼看當前的氛圍 對這份報告 又有什麼樣的分析和評論 沒錯 我記得上個星期 我們談的一個題目是中美關係 這個世紀情會不會畫下一個休止符 當時我是這麼說的 我說從那個基辛格197年 到中國來訪問開始 恰指一算到現在正好是50年嘛 這50年中美關係呢 大致上經過了六個階段 那麼從建交之前的戀愛期 到建交之後的蜜月期 接下來就是咳咳碰碰期 警惕期 然後到奧巴馬的時候就是遏制期 然後現在特朗普的時候 應該叫敵對期了 所以整個形勢的發展 不是漸入佳境 而是漸入險境 所以這份剛才你提到 那個新的戰略報告 戰略文件 等於是為這樣一個趨勢跟形勢 又加上了一個新的註解 那提出這樣一份報告 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報告的主要內容又是什麼呢 我們先談動機吧 動機其實很簡單 就是美國現在打算 針對中國採取 一系列的全面的 針對性的遏制的一些手段 那麼然後訴求的對象 就是全世界 國際社會還有美國人民 說我這麼做是必要的 這份報告真的是一下子 讓我想起了兩年前 美國副總統彭斯 也發表過一篇類似的演講 沒錯 彭斯那篇演講是2008年的10月份 那篇演講長度不長 但是通篇是對中國的指責 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後都覺得 那是一篇針對中國興師問罪的 一篇席問 所以這份報告給人感覺也很類似 也是對中國興師問罪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談談 它的一些基本的內容了 它內容其實很豐富 但是我可以覺得可以把它 它開掛為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承認誤判 要對中國的誤判 第二部分表示後悔 第三部分就是理定新的對策 三大內容 承認誤判表示後悔 而且決定對付有新的對策 具體請您說一說 好 我們先談第一部分 這個坦誤誤判什麼意思呢 就是美國它這麼說 它說我們剛開始 跟中國接觸交往的時候 是希望通過這個接觸交往 來刺激中國從搞經濟發展 或者政治開放 那麼同時我們美國還想方設法地 讓中國加入WTO 希望能夠改變 中國能夠改變它的所謂的 威權的政權 但是沒想到幾十年下來 經濟是發展了 但政治上沒有開放 而因而對於美國或者全世界 構成了一種新的不安全的威脅 所以美國在這方面 它表示基本上的判斷是錯誤的 這就是承認誤判了 那表示後悔又是什麼呢 既然誤判了肯定是有後悔的 所以這個報告裡面是這麼說的 它說現在到了特朗普時代 終於發現到過去長期以來 對中國所謂的靜默外交 是徒勞無功的 那我的理解所謂靜默外交 就是美國說 我雖然看到很多人 你的一些做法我不同意 但是我還是默認了或容忍了 這就叫靜默外交 他認為這個靜默外交的做法 是沒有任何效果的 意思是今後將不再靜默了 沒錯 這就談到它第三部分 要理定新的對策了 那麼所謂理定新的對策 首先就是對中國 做出一個新的戰略定位 就是說你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就必須要對付 怎麼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這個新的對策 就是為接下來所採取的 一系列針對中國的經濟安全 或者國防軍事等等 採取的一些針對性的 或者是競爭性的一些做法 提供足夠的一個鋪墊 就相當於是為美國最近一系列 針對中國的一些說法或者做法 找到了一個合理性 正當性 沒錯 就是針對國際社會說 針對美國人民說 你們看我今天之所以 針對中國怎麼怎麼著 就是因為怎麼怎麼樣 一切都是必要的 合理的 同時是情非得已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就對付華為 從逮捕孟晚舟到不允許 包括盟國在內的一眾國家 採購華為的設備 這樣一來就似乎是變得合理合法了 但美國最近對華為 說到華為 美國最近對華為似乎又要下重手 而且有越來越狠的這個趨勢 一點沒錯 一招比一招狠 一招比一招險 但是美國現在要為它的狠招跟險招 似乎要披上一個合理化 跟道德化的外衣 那麼就是講華為最新的一個動作 那麼之前美國曾經對華為 採取過很不如的動作 比如說逮捕孟晚舟或者什麼樣 那現在最新出了兩招 一招是逼迫台灣的台積電 到美國去投資設廠 晶圓廠 第二招也狠狠 就是限制任何含有美國技術含量的 製造的產品零件 賣給華為 就是全面競賣的意思 那如何理解美國接連出招的 背景和動機呢 好的 我們先來看看 美國對中國的最新的一個大戰略 首先把中國作為一個物名化的定位 就是把中國定位為所謂的威權政權 那麼這一個威權政權 對美國會構成各種威脅的 所以美國必須施加所有的強力的對抗 來針對中國的經濟 產業 軍事 來自於外交各方面施加壓力 所以剛才我們提到了針對華為 應該說只是全面對中國施壓中的 一個組成部分而已 確實是 我們來看這一陣子在軍事上 美軍是頻繁地進出台海南海 在政治上是在WHO等國際組織 和中國對著幹 那在經濟上不用說了 就是台貿易戰 關稅戰等等 另外還在產業上是從中心打到華為 看來是要全面地出擊了 沒錯 是全面 全面出擊 但全面之中又有側重 全面出擊又有側重 怎麼理解 對 因為我經常在節目裡面 提到大家很熟悉的話 就是全球一盤棋中美大博弈 這兩句話說明中美的博弈 在空間上是整個地球範圍的 在時間上是長達幾十年 或者是一個世紀概念的 但是我並沒有提到中間 其實是有一種順序的概念 是有一種側重的概念 這個中美大博弈的順序怎麼理解 好的 打個比方吧 我們通常看戲吧 就一齣戲 裡面有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其實中美大博弈也可以看著 有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那麼中間每一個幕 那個時間的順序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第一幕呢 在我認為現在就是剛開始的 就是國際組織的交手 或者是貿易戰的交手 這是交手篇 到了第二幕的時候呢 就是科技戰了 就纏鬥了 到了第三幕的時候呢 就是進入到軍事的熱戰了 這是真正的決勝篇 能不能請您再具體的描述一下 好的 首先我們看第一幕 第一幕其實現在已經在進行中了 而且一段時間了 美國在WHO或者是世界各種組織 聯合國 國際貨幣基金 都跟中國在交手 希望壓制中國 那麼在貿易戰方面也開始開打了 所以我們剛剛說 這一幕都在進行中 第二幕呢 就是科技戰剛開始 到第三幕的時候呢 我覺得現在還沒正式開始 都在熱身 是在蓄積各方面的能量 所以是現在處於 剛剛開始的科技戰階段 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還不是說科技戰 現在剛開始的時候 所謂貿易戰跟國際組織 各方面的交手呢 其實我們看到 目前雙方面可以說是打個平手 或者是兩敗俱傷 你可以這麼理解 既然如此 美國就開始要進入到第二階段了 就是科技戰了 所以現在科技戰剛剛要開始 所以就有接下來的 美國逼台積電對華為斷供 以及美國逼台積電赴美設廠 對 那這兩件事情擺得一道看 首先我們注意到 美國對華為呢 之前曾經有過一個很嚴厲的手段 就是不准華為賣它的設備 給別的一些企業 那這是堵它的去路 那現在好像效果不好 那麼雙管旗下 既不准賣 也不准買 別的企業不准賣 你所需要的晶片賣給你 過去呢 還有25% 或者10%的 這麼一個技術含量的規定 現在乾脆一口氣給它降到零 就是有任何一丁點 美國技術含量的一些晶片 都不准賣給華為 那麼所以這一招呢 對美國的 本來要賣給華為的一些高通 或者是台積電 受到很大的衝擊跟影響 台積電肯定會受到影響 但這影響大不大呢 據資料顯示 台積電大概總出口裡面 有20%是賣給華為的 所以這個影響不能算太少 所以也因此 就對台積電構成一種壓力 就美國逼著它到美國去進行 這個120億美元的一個 晶圓廠的一個投資 那台積電不得不去 的一個交換的條件 我估計很可能是希望 美國在對華為的出口方面 稍微鬆一點手 不需要趕緊殺絕 我來投資了 拜託 我還能繼續賣一些東西 給華為嗎 是這個意思 但這有可能嗎 美國不是下決心 要把華為往私利打嗎 對的 我覺得這可能性還是有的 首先我覺得這個 剛才提到了 這一招是對美國自己本身 很多企業都構成很多壓力的 以至於美國每年會減少 大概有好幾百億美元的一個收入 所以美國也因此考慮 給了120天的緩衝期間 那麼希望能夠增加 雙方面的一個談判的空間 或者一個緩衝 增加與台積電的談判空間 是什麼意思 兩方面 一方面剛才講 台積電是希望美國 在談判的過程裡面 你不要趕緊殺絕 你還是允許我們 能夠賣一些東西給華為 另外一方面 美國也要跟台積電要求了 你過來投資 我知道你這個投資 對台積電來講是很勉強 為什麼勉強呢 就是因為到美國投資 成本效益是劃不來的 因為沒有那麼多工程師 沒有那麼多的產業鏈 各方面條件都不具備的 但是美國呢 現在就是特朗普就希望 把製造業重新搬回美國 所以他明明知道台積電 不很情願 但是他們還是希望 逼台積電也好 台積電上下游的產業鏈也好 一塊通通搬回到美國去的 那這種機會大嗎 有可能嗎 機會大不大呢 我們現在要看整個形勢 我們看現在很多的企業 包括台積電在內 或者美國企業 其實都夾在兩個夾縫之中 一個是美國的 一個是中國的 因為他們的技術都是來自美國 但他們的市場 基本上越來越多 是來自中國大陸 所以對台積電來講 未來的一個判斷 或者對高通來講 一方面判斷中國的科技增長的 潛力跟實力 能不能在短期內 3.5年內能夠趕上去 第二個就是中國 國內的大陸的市場 有多大的厚實的實力 讓他們逼得不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他們就在這兩者之間 做一個判斷取得一個權衡 那這看來 無論是對台積電 還是對特朗普政府來說 無疑都是一種賭注 那華為呢 華為又該如何面對 現在空前嚴峻的形勢呢 OK 剛才你講 美國對華為呢 一方面就是 美國在這方面 一方面要去中國化 那麼華為在這個壓力之下呢 也正好要去美國化 就是我盡量減少 對美國各方面的依賴 所以在這方面美國 這個華為做得還算蠻成功的 那麼對華為來講 就是美國來講 它要去中國化 但是它碰到一個很大的一個障礙 就中國市場很大很大 你去不了 所以華為也因此可以 你在這個方面 用空間來換取時間 就是我背後有這麼大一個市場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我在短短的時間裡面 我要把我過去的技術障礙 給它突破掉 這是華為目前採取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戰略 看來中美這場世紀大博弈 真的是越博越嚴峻 剛剛您提到說呢 中美世紀大博弈有三幕 那接下來第三幕 將如何走下去 精彩內容廣告之後見 歡迎回到《時評大財經》 那剛剛石先生是分析指出說 中美世紀大博弈可以分為三幕來看 第一幕是國際組織戰 貿易戰等等 第二幕是科技戰 那之後還可能會有第三幕 也就是軍事戰了 石先生是這樣看的嗎 是的 第一幕跟第二幕 又可以合起來 我們把它叫做冷戰 也就是第一幕已經在進行中了 國際組織戰或者貿易戰 都在進行中 那第二幕科技戰剛開始 這兩個都叫做冷戰階段 到第三幕就是熱戰了 熱戰現在還沒正式開始 但是我剛剛說已經在暖身 在蓄積能量之中了 那中美之間的關係 在照這樣的形勢走下去 是否一定會走向第三幕 爆發軍事衝突呢 這個就不完全排除這可能性 我們這樣講 美國現在的目的就很簡單 就是不把你作為他最大的一個對手 把完全擊垮 他不會甘休的 那麼這不管你說 他說我不想挑戰你怎麼樣的地位 就沒有用 他反正認定你了 他就必須要把你一直給打下去 打到他認為你沒有挑戰他能力為止 確實是 現在好像是有越來越多的現象 和證據可以支持您的說法了 比如1718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 1718年連續兩年出台的這個 相關的戰略報告 以及剛剛提到上星期 特朗普剛剛簽署的一份 針對中國的戰略方針 那看來美國把中國定位為一個 要盡全力去對付和打擊的對象 似乎是八九不離十的事情了 完全同意 現在應該是怎麼樣 所以我經常說 有很多人說 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掏光養毀了 我說這不是重點 或者是中國是不是不要過於張揚 我覺得這也不是重點 關鍵是美國現在已經鎖定 把你看作是他最大的一個對手了 那你就要用另外一種心態 好好去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跟挑戰 那按照您的分析 中美之間第一階段貿易戰等等 是正在進行 第二階段科技戰剛剛開始 這都是冷戰階段 這兩個階段的結果會如何 我覺得是很難分勝負的 無論是科技戰也好 貿易戰也好 國際組戰也好 基本上既難分勝負 也可能是兩敗俱傷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一定會想到怎麼樣去發展 接下去一個階段的鬥爭 對 如果這樣接下去會如何 會進一步爆發熱戰嗎 這個當然是令人擔心的了 那麼我就回想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基辛格對這個形勢已經提出一個警告了 那麼當時我們記得在去年11月嘛 中美貿易戰已經正式開打 達了震撼的時候 基辛格已經發出警告了 基辛格是怎麼說的 基辛格當時是在一個論壇裡面 提出這麼一個警告 他說如果中美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個形勢不加以任何的現實上 發展下去的話 其結果會比上個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要更嚴重 不過他後面也加了一句話 不過現在為時不晚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才是在冷戰的三角下面 換句話說還沒有正式 往上面爬的意思 但您剛也說那是去年11月 那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當時中美之間的科技戰 還沒有正式開打 半年後的今天 美國已經是對華為重拳猛打了 不知道基辛格有沒有新的說法 對的 整個形勢是不斷在發展之中 那麼到今年3 4月的時候 科技戰也開始正式開打 而且新冠疫情也開始蔓延開來 中美的關係又進一步地惡化了 這個時候 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也寫的篇文章 我們在以前節目裡面提過的 這篇文章題目就是說 新冠疫情的病毒的大流行 將會永遠改變整個世界秩序 那我讀他這篇文章的含義 我是覺得他已經約裂地看得出來 對美國一個非常不好的形勢 什麼叫世界秩序改變 世界秩序就是過去長期以來 美國主導 美國稱霸的一個世界秩序 這個世界秩序要改變 而且永遠地改變 我覺得基辛格已經隱隱約約看到 中國跟美國的地位 相對地位 有可能會出現變化的意思 那如果基辛格的觀察正確的話 美國能接受嗎 美國肯定不願意接受 新的世界秩序吧 完全同意 他絕對不會接受的 因為他們在這個地區上 作為霸主地位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 或者接近一個世紀了 那不接受怎麼辦呢 會爆發戰爭嗎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這個爆發戰爭的機率是75% 不爆發戰爭的機率是25%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根據統計資料來的 那麼最早提出 修西德陷阱的哈佛大學教授 是把過去人類500年來的 老大跟老兒關係做了一個歸類 那麼發現到發生戰爭的機率是75% 不發生戰的機率是25% 歷史統計是75%和25% 那放到當前的現實又如何判斷 現實上要怎麼判斷呢 就見仁見智了 比方說有人認為或者是主張 會爆發戰爭的 有人認為或者主張不會爆發戰爭的 比方說傾向於爆發戰爭的 就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我們以前節目中提到的 特朗普最倚重的一個測試 戰略家叫班農 班農在特朗普一上台沒多久 他就說5到10年之內 中美必然會爆發戰爭 這是主張戰的 主張核的有哪些 好 主張核的也有一些 相對人也不太多 但具有代表性的我先舉一個 叫做佐利克 佐利克曾經擔任過美國的副國務卿 他也是一個外交家 也是一個戰略家 也曾經擔任過世界銀行的總裁 最近他發表了一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裡面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這些基於這個 中國跟世界上的一個緊密關係 你們這些新冷戰鬥士 希望能夠遏止中國是成不了的 一定會失敗的 而且世界上其他的國家 也不會站在我們這個陣營 他說你們就新冷戰鬥士 他這麼稱呼他們 你們當然可以拖累中國 使到中國舉步維艱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自己呢 自己是不是要付出很大代價 就指美國要付出很大代價呢 就是他再說了一句話 他說你們為什麼不想想 過去長期來美國跟中國 進行比較友好合作的時候 對雙方面不是都有好處嗎 包括對美國都有好處嗎 確實 佐利克的這個觀點很有趣 但是顯然他的觀點 在當前美國應該是屬於一個 非主流的觀點 那到底中美關係走下去 到底是戰是和 精彩內容 廣告之後見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實際上剛剛我們談到 中美關係走下去是戰是和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請您繼續分析 好 我們剛剛提到兩位戰略家的 一個看法 一個是班農 他認為或者他主張是戰 第二個是佐利克的看法 他主張和 我們不如再看看 另外兩位著名的戰略家 一位是李光耀 一位是基辛格的看法吧 李光耀現在已經去世了 那他當年是怎麼看待中美關係的 李光耀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政治家 我認為他不僅是戰略家 所以我對他是非常非常佩服的 所以雖然他在2015年就去世 但他去世之前很早 他就遇見到中國和美國 必然在本世紀會有博疑 那麼這個博疑呢 他預判美國要壓制中國 這個可能性是 要壓制成功是很小的 他都能夠看到了 所以就像剛才佐利克說的 美國要全面遏制中國的 這個起來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李光耀也是這麼看 跟我們的分析觀點都非常接近 但李光耀後面又補充了下面幾句話 他說既然你不能遏制中國的崛起 既然你不能遏制中國崛起 那麼你就必須要去學會 去接受一個實力更強大的一個中國 他補充 你不可能遏制中國崛起 除了中國自己本身 然後或者除了你對中國宣戰 所以簡單地歸納李光耀的一個說法 就是你美國今天面對 怎麼去面對中國呢 你要不就是對他宣戰 用這個方式 要不就是去學習 去面對接受一個實力更強大的中國 就是李光耀的觀點 很有意思 這兩個選擇 恰好就是佐利克和班農的選擇 那基辛格又是怎麼說的 好 基辛格呢 我一直最近注意他這幾年來 尤其最近一兩年 經常的不時的時機裡面 對中美的關係提出觀點 我現在把他最重要的幾個觀點 先羅列一下 請大家先仔細聽一下 第一 在去年或前年之前 他就講過一句話 中美關係回不去了 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以前那個時候了 他講這句話非常感慨 那麼第二句話 就我剛剛引述的 就是去年下半年11月的時候 他提醒 他說中美關係如果再這樣子 讓他自由的無限制的發展下去的話 其結果會比上次第一次戰戰還要 還要還要還要嚴重 那麼但是他說現在為時尚不晚 但第三句話呢 就今年上半年4月份的時候提出來了 他認為新冠疫情的發展 將會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這世界秩序就意味著 中國跟美國的地位的相對地位的 對調 那麼接下來又講到很多 我們上個禮拜提到了很多 當然應該看不太懂的話 他說要避免戰爭的話呢 當然大國這個大國當然就指中國了 必須要去幫助美國渡過難關 接下來又說如果美國敗了 誰也都別好過尤其是你中國 你還記得嗎 他講過這句話 最後他也講這句話 美國正式開始衰退了 而且這個趨勢將不可逆轉 我把剛才那幾句話把它擺著一道 然後再經過整理 大概可以得出下面的一些觀察跟判斷 那當然是我的判斷了 首先我認為他也看到了中國崛起 勢不可當 這個中國的崛起不可能用 除了戰爭以外 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去壓住它了 而且他又看到在這個同時 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很敢看 美國綜合勢力開始往下潑走了 所以中國往上 美國往下 這個一漲一消 這個對美國來講是很難堪的事情 美國當然很難去面對這樣一個形勢 我剛才講他已經做了100年的霸主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你要讓他不去發動戰爭的話 他就得到一個結論 大國 尤其中國 你必須要去幫助他 你要幫助他覺得 美國沒有丟掉面子 美國沒有丟掉這個霸權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或許能夠避免戰爭 這就是基辛格 我猜他作為一個關注中美關係形勢的 一個大戰力壓得到的這麼一個結論 當然跟我們前面所做的分析判斷 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一個違和 簡單的再重複一句 中國崛起沒有辦法壓制 除非用戰爭 那麼要避免美國去動用戰爭 就要讓美國覺得我們並沒有敗下來 我還是一個霸主 那要靠誰 要靠中國去幫他 那關鍵是要怎麼個幫法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果真都是大戰略家 您剛提到基辛格 班農 李光耀 還有佐利克 他們雖然主張立場有所不同 但看問題都很透 但正如您剛說的最關鍵 基辛格說如果要避免一戰的話 關鍵要看中國需要幫助美國 具體怎麼幫精彩內容 我們評說心語繼續談 歡迎來到《評說心語》 石先生今天您想談什麼 今天我們題目是G2 G2這個概念以前好像已經有人提過了 沒錯 我們剛剛已經前面提了 介紹了四位戰略家 對吧 我們不妨再多介紹一位 叫布爾辛斯基 這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戰略家 布爾辛斯基現在已經過去去世了 但是他在奧巴馬剛上台沒有多久 他就提出過一個中美關係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構想叫做G2 可是那個時候他提出G2概念的時候 美國並沒有人什麼反應 中國也沒什麼反應 當時我猜想美國沒什麼反應的時候 就是美國瞧不起中國嘛 那你G2的意思是 平起平坐共益全球大事嘛 你憑什麼呢 你算老幾啊 你想跟我平起平坐 所以美國人沒有人把他談 那中國呢 中國是另外一個心態 我沒什麼了不起啊 你不要捧殺我啊 所以中國也沒什麼反應 可是當時我在節目裡面就評過 我說G2不是這個意思 G2是一個非常中性客觀的概念 G2表示中國跟美國共益全球大事 它可以存在的各種可能性 它可以互相之間競爭 互相之間鬥爭 互相之間的合縱連橫 當然還有一種G2的運作的方式 就叫做交換 您說的競爭 鬥爭 合縱連橫 這些大家都比較熟悉 交換又指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跟剛剛基辛格所說的 中國幫助美國有關 所謂交換的意思就是 比方說有兩兆 就兩個國家 A國跟B國 這A國手裡面 有一個B國最喜歡的東西 那B國是非常非常希望得到 但除了從A手裡面拿到 在別的地方拿不到 同樣的 在B國手裡面 也有A國手裡面 A國非常希望的一個最愛的東西 而且A國除了從B國手裡面 去取得它最喜愛的東西之外 沒有他圖可以得到 於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有個機會 讓A國跟B國來進行交換的話 那麼雙方面就可以達成 一個很重要的協議 這也是一個G2的 某種運作的方式 如果中國跟美國 能夠找到這麼一個均衡點 或許在一段期間裡面 可以避免熱戰 視頻大家也希望你喜歡 下週同學先生再會